我们会继续我们的第一位《比特前书》系列 我们在昨年开始了一月 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的第一位《比特前书》系列 那么去年五月我们开始了《比特前书》系列 今天我们要继续第七讲 第一位《比特前书》2.18 今天的经文开始以《比特前书》 《比特前书》系列 那么今天的经文以你们做仆人的这个词开始 彼得正在对仆人说话 那这里希腊话它说仆人其实是家用的意思 与希腊词的奴隶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这并不表示彼得不是在和奴隶说话 他可能还是在跟奴隶说话 只是对奴隶使用了较尊敬的术语 这就是为什么英文圣经继续将这个字翻译为奴隶 那我相信彼得正是和奴隶在说话 所以第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或是你们做奴隶的 要凡事尽为顺服主人 不单是对善良温和的就是怪僻的也要顺服 那么奴隶要服从温和善良的主人 但也要服从怪僻或英文圣经翻译为不公的主人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不公义的问题 你若是在为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的主人或老板打工 你该怎么办 第十九节说 因为人落在神面前为良心的缘故 忍受冤屈的苦楚是有福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如果奴隶要服侍不公的主人或怪僻的主人 很多时候你是要忍受冤屈的苦楚的 那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比如说在面对这种不公正的情况下 是可以说是有福的 或者英文圣经翻译为是有恩典的 可是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人要在神面前为良心的缘故而顺服 才能算是有福或者是有恩典的 意思是如果一个奴隶没有想到有上帝在当中的意义 只是很绝望地很任命地去忍受苦楚冤屈 这样的忍受不算是有福或有恩典的 但要是这个奴隶有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同在的当儿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 这才是有福有恩典的 那就是在这个当奴隶的充分的意识当中 他在神的面前有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是同一阵营的时候 神会在适当的时间纠正所有的错误 这才能够成为他的福气或恩典 无论是今世来生 神是万有的审判 奴隶要是将自己的困境完全托付了给上帝 在彼得看来这样的信心绝对是值得称赞的 这真是有福并满有恩典 所以你看有没有上帝在其中是极为重要的 那第二词节说 你们若因犯罪而受责打而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 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或是有恩典的 所以我们在20节再次看到彼得所说的苦难是冤屈的 是不公义的 如果你是因为做错事被责打 那是公正的 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行善而受责打 你是在执行任务 甚至是执行得很妥善的时候受责打 那就不公义了 那我们来谈谈冤屈或不公义的苦楚 你是否曾经问一些不是你的错 可是你却得到惩罚的经历 你是否曾在学校或工作的岗位上 受过上级权威人物不公平的待遇 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因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一些人可能会自怜 绝望 另一些人可能会怨恨 痛苦 愤怒 这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可是现在我们要以尊敬的态度 来服从那些对你不公义的上级 那是不正常的 简直可以说是天翻夜谈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这样不正常的方式来回应 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加许并认可 那第二十节说 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 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 所以为了在神看来是有福的 我们需要预备策略 因为像我所说 这不是一个自然就能够产生的反应 那么遇到不公义的情况 我们要有不正常回应方式的策略 那彼得在接下来的经文就为我们说明了解释了这样的策略 那策略是仰望耶稣 那以耶稣为我们的终极版样 主耶稣遭受了最大的不公义 却也行了最大的善 verse 21 二十一节 你们就是为此蒙昭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口里也找不到诡诈 他被骂的时候不还罪 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 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 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 就可以为义而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就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但现在已经回到你们灵魂的牧人 和监督那里了 我们的主耶稣被公会诽谤 他被罗马卫兵嘲笑 他被不悔改 同钉石架上的强盗嘲笑 尽管如此他保持沉默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他没有报复 他没有恐吓 他拒绝以辱还辱 耶稣所做的就是承受了不公义的苦难 并将自己完全交托给公义审判的神 耶稣相信上帝会为全地的审判者 相信他最终会在适当的时候 纠正所有的错误 对于那些所有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来说 我们相信的真理是 神是公义的神 他绝对不会不公正的 视而不见这些不公义的事情 十字架是神公义最伟大的宣告 神并没有对我们的罪视而不见 而是在他的时间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 惩罚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因此当我们将不公义的 我们自己的困境 托付给上帝的时候 我们要放心 我们的事会得到妥善的处理 彼得接着采明了一个非常教人安慰的事实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整经工作 因为他这样的工作 我们不再是没有牧人的迷失的羊 而是有我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者的照顾 我们有一个灵魂的牧人和监督 在照顾我们的利益 所以有了这么伟大的确计 我们可以放心地去承受不公正的痛苦 将我们的困境托给公义审判的神 那么下次当你在学校或工作场所 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你会怎么做 你会谦卑顺服忍受不公义的痛苦吗 那当你在说是我会之前 我们要先要考虑你是否真的是没有其他选择 我们要看到的认清的事实是我们在经文中受苦的奴隶和耶稣 其实是没有选择的 想象你是彼得时代的奴隶 你一旦被主人买下 你就属于买主的 如果你遇到那个温和顺服的主子 你就有好日子过了 那如果你的主人是怪僻 不公的那就糟了 你不能够辞职另谋高救 你完全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么同样的耶稣也别无选择 只能走实价的道路 那么实价的道路是让我们所有世人得救的唯一道路 因为主耶稣爱我们 祂心甘情愿承受一切的不公 从受侮辱的审讯 到诬告一致实价的暴力 耶稣是为了执行上帝的救赎计划 而忍受了不公义的痛苦 除了实价以外 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我们需要认清的事实是 今天的经文讲的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那这对我们将今天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现时代 具有重大的意义 与彼得的奴隶时代不同的是 处在现代新加坡的我们是有选择权的 想象你在工作上遇到不公平的待遇 因为你在现代新加坡的生活中有很多选择 那生长在现代新加坡你有很多选择 首先你可以向人力部投诉 让就业法令保护你 或者你可以向公司的人力部投诉 遵循公司的程序 要求不公平待遇应得的赔偿 如果这些方法都失败了 在最坏的情况下你随时可以辞职 事实上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一些 当时饱受冤屈苦楚的奴隶没有的选择 那么根据拉姆斯·麦克尔斯说的 这段圣经学者的话他这么说 彼得对奴隶的指示仅能部分适用于 今天在不公或要求过高的 雇主下的基督徒雇员身上 因为我们今天有各种的选择和资源 这是当时的奴隶没有的 因为我们生长在现代新加坡 我们有的是选择 因此彼得对奴隶的指示 对我们来说仅是部分适用 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应用的是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 我们必须愿意承受不义的苦楚 像耶稣一样 所以当我们陷入不公益的境地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步我们要去思考 这真的是不公益吗 现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在非常苛刻的领导下工作 我们要清楚的是 要求严格的老板并不等于他是不公益的老板 那什么叫不公益 你要很清楚 你的个案是否真的就是不公益呢 只有当你确定你的个案 你的经历是一个不公益的经历的时候 你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 第一 你有其他选择吗 第二 你有什么选择 第三 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室或学校患受不公益的治疗 我们需要问这些问题 之前我们能够立即批准备 Peter的教育 给我们的境界 那对于在职场或学校遭受不公益待遇的人 我们需要先反问这些问题 然后才合理的将彼得对奴隶的指示 应用在自己的情况上 第一个问题是一定是是 只要你住在新加坡的生活中 有一定有很多选择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是有的 因为我们都是在现代新加坡 我们有的是选择 第二个问题是 什么选择 基本上你能够集中所有选择 两个选择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有哪些选择 基本上可以将选项分组在两个选择 选项之下 第一个问题是 完全根据彼得给奴隶的指示 用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我们要忍受冤屈的苦楚 第二个选择就是 你要积极去争取正义 第三个问题是 哪些选择 第三个问题是 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这将决定你要采取哪一种行动 很多时候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有些人认为 最好的选择 一定就是争取自己的权利 捍卫你的清白 不一定喔 有些人认为 最好的选择一定就是 争取自己的权利 捍卫你的清白 不一定喔 有时候我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或捍卫自己的立场 会导致其他人被绊倒 或者是导致到团体不团结 产生更多的误解 那就没有意义了 要是那样 就应该用彼得给奴隶的指示 当你要应用彼得给奴隶的指示之前 你也需要去考虑 你如果忍受冤屈的苦楚 是否是在鼓励不公义的制度继续存在 当中有许多考虑因素 所以第三题不是这么容易回答 我个人认为 在大多数的时候 最好的选择 是要积极主动去消除不公正的现象 我相信基督徒在所有的人当中 是更应该致力于消除不公正的 因为我们侍奉的是公义正直的主 但即使是在争取权利为正义而战 我们也要切记 不要以藐视傲慢的态度去追求正义 我们必须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去追求我们的目标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顺服的精神 我相信这是精髓所在 我们要以顺服的精神去消除不公义 让我们所反对的不公正的那一方 也能在我们顺服的精神中看到了神的荣耀 我相信这是精髓所在 我们要以顺服的精神去消除不公义 让我们所反对的不公正的那一方 顺服的课题 如果有人说你这个人总是会顺服人 这是一个赞美吗 不一定 这表示你这个人没有主见 没有想法 只是接受别人扔给你所有的一切的看法 是个受气垫 可是如果有人说你有顺服的精神 这是赞美吗 是的 顺服是外在的表现 要有顺服的精神是一种内在的态度 一种充满温柔和谦卑的气质 永远处于很安静的状态 永远与权威人物和平共处 基督徒不用时时刻刻顺服 但基督徒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有顺服的精神 拥有顺服的精神也并不意味着 你必须同意或者不同意 你的领导的意见或看法 仅是因为你同意也不表示你有服从的精神 顺服的精神 你一个人可以同意 但却带着藐视或讽刺的态度去同意 一个人也可以不同意 但以顺服的精神去不同意 所以不表示说你总是不同意 就是说你是一个没有顺服精神的人 反之如果你总是同意也不代表说你是有顺服精神 一个组织要蓬勃发展 无论是大型的跨国公司 教会还是家庭 我们都必须欢迎有分歧 以便有不同的想法 能健康地交流 可是如果你通过贬低他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或用居高临下的语气或用傲慢的气势 那么问题就不在于你分歧而是你的态度 那是问题所在 所以重要的不是你是否同意不同意这个领导者的观点 重要的是你同意不同意的那个态度 那个方式 那你所表达的方式就看出你是否有顺服的精神 那这个顺服的原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们将在下一次彼得前书讲道中重新来讨论这个课题 我们现在以一个圣经的案例做结束 现在这个案例可以从十字情算22章22节 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有关的 我们不用翻圣经 否则可能会错过一些要点 我们抬头看这里就行了 那这个是圣经中的一个案例 就是愤怒的暴徒指控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入 不允许外邦人进入的圣殿内部 当然保罗没有这么做 这是一个误解 那这个是圣经中的一个案例 就是愤怒的暴徒指控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入 不允许外邦人进入的圣殿内部 当然保罗没有这么做 这是一个误解 你看到保罗在哪里吗 这是保罗被捕的画面 那是罗马的指挥官 verse 22 then they okay referring to the angry mob alright they the angry mob they raised their voices and shouted read the earth of him he's not fit to live okay they wanted Paul dead verse 23 as they were shouting and throwing off their cloaks and flinging dust into the air the commander okay we're talking about the Roman authorities here the commander ordered Paul to be taken into the barracks he directed that he be flogged and questioned in order to find out why the people were shouting at him like this as they stretched him out to flog him okay let me just stop here I'm going to ask a few questions that 22节 眾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应该从地上除掉 不应该活着 他们要把他置于死地 23节 他们正在喊叫着抛制衣服 向空中洋火灰撒土的时候 前夫长下令把保罗带到营楼去 夫妇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群众为什么这样向他喊叫 25节 士兵正用皮带绑他的时候 我们再次打住 这是不公义的苦楚吗 冤屈吗 是的 是算是冤屈的 因为保罗他没有犯罪 但他要受到严厉的鞭打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 保罗该怎么办 第一题 保罗有选择吗 保罗有的是选择 因为他不是奴隶 他有选择 第二 他有什么选择 那保罗可以使用今天彼得出的经文 效法耶稣的榜样 保持沉默 接受鞭打 忍受不公正的痛苦 那保罗的第二个选择就是 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保罗的第二个选择就是 让自己的清白为正义而战 那第三个选择是 他有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那我们看看保罗会选 你猜他会选哪个选项 我们继续看 OK 它说在 verse 25 Paul said to the centurion standing there Is it legal for you to flog a Roman citizen Who hasn't even been found guilty? When the centurion heard this He went to the commander and reported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he asked This man is a Roman citizen The commander went to Paul and asked Tell me, are you a Roman citizen? Yes I am, he answered Then the commander said I had to pay a big price for my citizenship But I was born a citizen, Paul replied Those who were about to question him Withdrew immediately The commander himself was alarmed When he realized that He had put Paul, a Roman citizen in chains 第25节,我们继续看 士兵正用皮带绑他的时候 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 你们鞭打一个还没有定罪的罗马公民 是合法的吗? 百夫长听了就去报告千夫长说 这个人是罗马公民 你要怎么办呢?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 告诉我,你是罗马公民吗? 他说,是的 千夫长说,我花了一大笔钱 才取得罗马籍 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 于是,那些要拷问他的人 立刻离开他走了 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公民 又因捆绑过他 就害怕起来 保罗做了什么? 保罗表明自己是罗马公民有权利 以防止不公义的事情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作为罗马公民,保罗有选择 所以再一次我们要重复 当你陷入不公义的境地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的是你是否有选择 而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有时候最好的选择是本着顺服的精神去承受不公义 可是有时候最好的选择是本着顺服的精神去争取正义 要决定哪一个是最好的选项 这里没有公式 我们只能依靠上帝所给的智慧和洞察力 总之我们要回到今天的大问题 面对不公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那就是我们要思想这三道问题的时候了 我们以祷告结束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这里如果有人正在面对不公义的经历 请你赐他们有力量、有勇气 让他们能够理解清楚自己的选择 并愿你的智慧引导他们采取最佳的行动 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持有顺服的精神 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为 都能够实靠荣耀你的名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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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